大家好 眾所周知 COVID-19 影響小朋友比較不太嚴重 但是有例外的情況 如果小朋友真的不幸患 患了COVID-19 然後有我今次講的情況 死亡率可以相當高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談談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的 都知道在意大利、英國、美國都是 這些小朋友裡面 無端端就有很多人患了川崎症 這些患了川崎症的小朋友裡面 很多驗血或者驗呼吸道的時候 都發覺他們感染了COVID-19 川崎症這件事一向都有 其實原理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血管發炎 血管發炎都可以歸類做一些 叫做自我免疫系統的病 就是說 免疫系統應該是打外面的細菌、病毒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打仗那些Friendly Fire 就是說 打得興起的時候 連自己的身體組織也打了一份 就破壞了身體組織而形成的 其實它最典型的症狀就是 連續發燒五天以上 就是皮膚出紅疹 眼睛兩邊都發燒紅疹 就是皮膚出紅疹 像是皮膚出紅疹一點點的樣子 也有機會淋巴會腫 肚瘦、肚痛、手腳紅疹 或者脫皮 通常這些小朋友的年紀都是小過五歲的 不過這次以新冠狀病毒來說 有些小朋友可以年紀大一點點 我們傳統上會將血管發炎分成三大類 主要影響不同大尺寸的血管 有些影響大血管 有些影響中血管 有些影響細血管 而卡花沙奇的酸疾症 我們將這個classified做 影響中尺寸血管的病例 大家猜猜全身中尺寸的血管 哪一條是最重要的呢 最重要的就是供應心臟的三條血管 因為心臟的肌肉 主要靠那三條血管來供應 如果免疫系統打傷血管 它不會打穿它 但是它好像一個水喉 血管就像水喉一樣 如果血管迫 就被免疫系統打傷了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地方 會薄了 薄了的地方 如果你不斷有血泵的時候 慢慢慢慢形成 就好像一個波 我們叫做血管瘤 anurism 慢慢它就會越來越大 效果就是有些血走到那裡 少一些血供應了心臟的肌肉的話 結果就等於大人的心臟病 心肌感失 如果你說小朋友裡面都有心肌感失 因為這個血管瘤形成之後 心臟的肌肉不夠血的話 相當大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 比如在紐約 比如在美國 英國那些小朋友 來到醫院的時候 有些嚴重的 就已經有我們叫做 carcinogenic shock 就是說 心已經跳不了了 血壓降到很低很危險的 你可以想像它類似那些細胞因子風暴 但是沒有那麼大範圍 主要可能就是某幾種抗體 或者某些免疫細胞 激化了之後就自己打自己 所以治療方案方面 都是要壓低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 最常見就是打一些抗體下去 有一些就是控制過度發應反應的藥物 比如最常見是雷固醇 或者亞視不靈 如果早發覺的話 其實心臟血管受影響引起的死亡 就能夠大大減低 好了 大家有聽到這個可能又很恐慌了 但是現在大家聽到很多消息 全部都是很不開心 很令人擔心的 但是公平地說一句 其實小朋友真的感染到COVID-19 真的嚴重的機會 就相對都不是太高 裡面感染了的小朋友 再發展 再產生這個川崎症 或者川崎症類似的血管發炎的問題 就更加之少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有一個呼籲 就是大家都聽過 袁具勇教授也說過 就是說建議大家 其實現在如果有任何的呼吸系統病徵 即是咳嗽、傷風也好 後輪痛也好、發燒也好 最近我都發覺很多人都有發高燒 有些呼吸系統病徵 可能大家天氣熱的時候 有很多人可能工作 在身外環境也很熱 戴口罩也很難戴 其實就沒有戴或放鬆了一些 變成社會裡面有些隱藏的傳染者 將病毒又傳開了 開始就有些小規模的爆發了 其實也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有咳嗽、發燒等 去做一做新冠狀病毒測試 我也知道很難說服大家去做 因為大家有時候覺得不會的 就是傷風感冒而已 但在這個非常時期 其實任何人包括醫生 都不能夠從你的病徵100%判斷 你是不是真的有或沒有新冠狀病毒 如果你的醫生有這項服務 你可以請教他拿瓶 下午的時候留點痰 拿回去去驗一下 如果你看到的私家醫生沒有這個服務的話 都可以去政府 譬如你急診室 就可以做同樣的測試 保障自己、保障家人 我呼籲大家都積極考慮這件事 很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按LIKE 以及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